它真的是一雙經驗必備一定要買的單品 它旁邊的這個LOGO也是非常的有質感 這也是我人生第一顆Marty Kim的包包 它現在在韓國真的超紅 大家接下來去韓國玩 全部給我買起來 歡迎收看一隻阿圓 別忘記幫我按個讚還有訂閱頻道喔 今天這支影片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這一次在韓國買的戰利品 如果你們有看前面的幾集 應該有發現吧 我這一次在韓國買了非常多的東西 那東大門的系列呢 我已經放在東大門的那一支影片裡面了 所以呢包含就是買回家之後 我穿的樣子都在那支影片的結尾 所以你們可以去看那支影片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們呢 就請你們繼續看下去吧 好那首先我們先從衣服開始好了 因為其實呢在韓國的New Balance 你買他們的衣服跟台灣的 是完全不一樣 韓國會有非常多他們自己 就是獨家販售的一些 款式跟顏色 那這一款背心呢 它整個穿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超級可愛 它是這種 有包邊的 有點跳色的感覺 穿起來就是會有一種 比較淘氣可愛的感覺 這一款呢就是整個也非常的好搭 因為它就是一件背心 你外面想要再照一件 西裝外套 或者是照衫什麼的都可以 甚至是那種 藍色的襯衫 也OK 這個非常的好搭 分享給大家 在韓國賣一件好像就是一千出吧 但是因為台灣我覺得 有的時候你會找不到顏色 或者是找不到它類似的款式 那如果去韓國的話呢 有去New Balance 我覺得可以買 這一件非常的好搭 分享給大家 再來第二件呢就是這個 也是在新世界買的 在民動店 是穿九寶林 因為他們剛好就是有一個 零貴 然後都在賣他們的衣服 但是唯一呢比較麻煩的是 你買穿九寶林的衣服 你沒辦法在現場拿到 必須要到機場的退稅那邊 才能夠拿到衣服 所以我覺得有點不方便 但好像很多人都有這樣子的習慣 所以大家都知道就是要去哪裡 要去哪裡拿 但是因為我第一次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喔好麻煩喔 在韓國的新世界 買穿九寶林 價格便宜非常多 我在台灣買一件 要一萬出 在那邊買好像是 七八千塊吧 我覺得便宜一兩千 真的差很多 然後呢我買的是這種 灰色的 因為我覺得灰色非常的好搭配 搭起來都很好看 下面不管是你想要穿長裙啊 你想要穿牛仔褲 都非常的好搭 然後我的這個愛心 我選的是這種 金色的 它其實這個愛心有非常多顏色 也有紅色 也有白色 好像也有黑色吧 但我覺得金色是我比較少看到的 然後很特別 超可愛 所以我就拿了這一件了 我拿的S尺寸是S尺寸 穿起來整體的感覺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這個呢我自己買就覺得 穿起來真的很好看 非常的好搭 分享給大家 穿舊保齡 然後下一件呢 是這個 COVERNET 它我穿起來老實說偏小件 就是有點難塞 它的這個領口的部分 我真的是頭硬 給它塞過去才穿上 對 但是我覺得它的這個造型超可愛的 今年韓國也非常的流行 這種短版T恤 然後中間就是有一個很可愛的圖案 今年真的超級多 今年真的超級流行 大家去韓國看就知道了 那我覺得就是這一件非常的好搭 是因為 土案不會到太突出 所以其實你不管怎麼搭 其實都還蠻容易的 像這種衣服的話呢 就是 拿來讓你百搭用的 怎麼搭都很好搭 你就是想要很隨性穿也OK 整個版型也非常的可愛 它現在是舒華代言的 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想要去支持一下的話 我覺得可以去紅大店 因為它外面有個非常搭的舒華的 它的照片 對 COMBRENAR就是他們最近其實有蠻多 很好的款式的衣服 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都可以去看 好然後呢 另外一個呢 是這個 MARIDE MARIDE就是高雲珍代言的 那老實說 我好像有很多這種帽子對不對 對 但是呢 因為 我就是覺得 你知道這種帽子就是 永遠都缺一頂 每次看到的時候 我都會超想買 對 但是因為黑色就是很百搭 沒辦法 我看到就覺得好喜歡 我就直接買了 就是它很適合拿來點綴 應該這樣子講 對 這個就是它很多戴法 對 那我目前就是先暫時給大家看一下 它戴起來的感覺大概是這樣子 對 它很好看 很有質感 這個標我記得兩三年前 他們就很流行在做 然後現在呢 我跟你講 整個全韓 都有這種標哦 你去看很多品牌啊 他們就是最基本款 都一定要有這種 就是有點像迴章的這個標誌 然後印在他們的衣服上面 當作是小LOGO 這個現在很流行 對 這款分享給大家 然後呢 再來 這個應該是我在 民動買的吧 這一件 我自己很喜歡在 韓國買運動品牌 因為他們的運動品牌衣服 真的 都超級好看的 而且他們的運動品牌 因為他們都是找 韓國的IDOL 團體 來代言 所以你真的會被騷到一個不行 像是Nike就是 NEW JEANS代言的 然後呢 我就在那邊看好久 覺得他們每個衣服的單品 都好好看 然後我就挑了這一件 這個呢 也算是小外套 想說夏天 有的時候你出去外面 還是會想要有點防曬嘛 所以就是一定要有這種外套 或是搭飛機的時候也很需要 這個呢 穿起來非常的好看 它也是很修身 然後再來是 因為我們對Nike的印象就是 運動 可是 欸 它出這種外套 就是非常好穿搭的 一款 單品耶 它的拉鍊是單拉鍊 對 可是因為它的拉鍊沒有做到底 會讓你多了一點造型 它這邊下面呢 是開開的 就是你知道 你會稍微露到你的腰 我覺得會有點小性感的感覺 它沒有領子呢 有一個優點 就是它不會讓 臉型圓的人看起來更圓 因為 有領子的話 很容易會讓 圓臉的人看起來就是 好像有點 精進的感覺 但是沒有領子 就會好很多 分享給各位 這一件 然後再來呢 下一件是這個 欸 它有附給我這個 現在很流行 繞緊 就是要繞緊 到哪都要繞緊一下 我剛剛有超級反的 我這邊就是有沾到那個 我的 膠原蛋白 因為我那一天就是不小心喝了 嘴巴破掉你 就是整個都倒出來 所以我這個可能還要再洗一下 但是這一件呢我覺得很好看 因為你看它 這樣就會有腰身 它的這兩條線 它整個穿起來就是 身材會非常的好 領子的這個位置就是也是蠻寬的 所以可以讓你整個鎖骨露出來 看起來就會更瘦 韓國就是現在真的很流行 繞緊的上衣 各式各樣 它也有做平口的 然後就是也有一字領的 等等 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近期去韓國 應該可以看得到 滿街都是 再來下一件呢 也是這個 滿街都是的 這個褲子呢 我知道很多人看不懂 那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應該就是 艾姆演唱會的時候 安于甄在舞台上面穿的那件衣服 是不是很多人看不懂 他就是穿著這種氣氛褲 然後再加上Polo衫 我身邊所有的男生都想說 什麼意思 我跟你們說什麼意思 就是流行的意思 現在真的非常的流行 這種氣氛褲 那老實說我覺得他很看人穿 如果你的小腿很細的話 你穿起來會非常的好看 但如果你小腿跟我一樣 是屬於叫偏 需要按摩的 那種 小蘿蔔腿 我覺得就要看你鞋子穿什麼 盡量穿那種就是 厚底鞋 讓自己的腿可以看起來更秀長 我覺得會比較好看 買之前先試穿一下 因為不見得會是跟你想的一樣 就是他比男友褲還要再更 我覺得更不好搭一點 對 你會覺得那我寧可穿長褲 的感覺 對不過他就是非常的可愛 也是現在非常有型的 款式 然後呢 再來下一套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繞緊的上衣 這個呢 我有帶去馬來西亞穿 然後很多人也都說 哇好好看喔 超級性感的 他是這種有點像是 雲的紋路 或者是像波漆的紋路嗎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紋路 對然後再搭配他這個 繞緊的這個繩子 然後他是平口的 側面這邊呢 也是這種造型 就是有點素起來的 很有彈性 所以完全不會掉 我自己個人覺得買了這一件呢 真的是買對了 因為他讓我穿的時候 就算想要 跳來跳去 動來動去 所以完全都不會害怕掉下來 對 這一款我自己覺得非常的好搭 那很流行 所以分享給你們 下一件呢 是這一件 其實一兩年前好像 那時候就開始很流行這種 就是有點假兩件式的裙子了 可是呢 這唯一的缺點是我那時候在宏大買的 然後因為我沒有試穿 或者是說他拿了一個新的給我 但是他旁邊這邊的拉鍊就是有點 是有點剉粥 他沒辦法完全拉起來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在穿的時候就覺得有點小困 那這一件呢 我並不是因為覺得他剉粥 我才不推薦 是因為他不是褲裙 他是裙子 然後他又非常的短 所以老實說你裡面如果沒有自己戴安全褲 你內褲很容易就會被看到 不然的話呢 他其實這種造型也是超級好搭的 然後呢 再來下一件呢 也是我在馬來西亞穿的 第一天穿的那個黑色的瓶口 那我原本以為他是瓶口的上衣 側面這邊他其實是有袖口的 對 所以你必須就是穿的時候 就是要把你兩隻手伸出來 然後就會拉成一字 但是他有一個缺點 我覺得一字都有一個缺點啦 你在動的時候你心裡不好動 你稍微動一下 他就會 繞起來 再去繞起來 就會變成這樣子 啊這樣就不是你想要穿的感覺啦 對不對 你就是想要穿成一字零嘛 所以這個的話 我自己就沒有那麼的推薦 除非你可以很可以接受 或是你只是想拍照的話 那當然買他就OK 然後他一樣也是有附這個黑色的這個 繞緊的綁帶 這一件的話呢 我覺得可買可不買 但是其實是好看的 除非你今天單純拿來拍照就OK 好然後再來呢 下一件是這個 這種蛋糕裙 然後前面有兩個很可愛的蝴蝶結 這一件呢 我個人推 要買 因為他是酷裙 我覺得很方便可以保護你之外呢 再來是他穿起來的整個感覺很可愛 大家去看我馬來西亞的照片 我穿他的時候呢 是配一雙靴子 我覺得如果你的腿型沒有很好看的話 你就配長襪或靴子 會整個人看起來更修長 然後呢 那像這種蛋糕裙在韓國也是超級多店都有在賣 因為他前面這邊呢 就是他也是做這種 所以會讓你整個人的腰身看起來就會很熟 這一件超推 一定要買 好然後呢 再來下一個呢 是這個裙子 這一件裙子老實說 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時候 我覺得沒有很好搭 但是因為我覺得我近期可能偶爾會有一些 表演 或者是想要cover什麼的 所以我會用得到 他就有點像是舒嬅在 Queen Cup 那一件洋裝的下半身就可能類似長這個樣子 他是S size耶 但老實說他非常的寬 所以我一定要借助他的這個 皮帶呢 就是拉緊才有辦法 但老實說 他其實 你要說他浮誇嗎 我覺得最浮誇的是他的這個皮帶 皮帶讓他增加那個浮誇感 看起來有點波西米亞風或牛仔風的感覺 這一件我覺得沒有那麼好搭 但是如果今天你穿起來搭得不錯的話 其實你上半身搭個素色 不管是剛剛的那平口啊 或者是背心 我覺得其實都可以 然後可能外面再造一件 牛仔外套 我附上牛仔外套短板的 大概講這個樣子 這種的牛仔外套 我覺得就會非常的好看 這可能要稍微會搭衣服的人 我覺得買會比較好 不然的話你會覺得很難搭 然後呢 下一件是這個 這個呢 他也是褲裙 超讚的 我自己個人很愛 剛剛那件也是褲裙 這一件也是 那他唯一的缺點是 因為他比較緊一點 但是沒辦法 這個就是要穿緊 就是要穿合身剛剛好 然後我剛好就借在S跟M之間 所以我就拿了S號 他也是今年非常流行的 韓國今年所有的服飾店裡面呢 就是一整排 全部都是掛牛仔裙 就是看起來就有點復古感覺的 就是今年都超級好 就是如果要挑的話 欸我覺得這種顏色的蠻好看 就是因為刷色 他看起來呢就是會有一種 很性感 然後酷酷的感覺 附上照片給大家看 我自己個人老實說很喜歡這種褲子 然後你下半身一樣 你可以搭靴子啊 就不會腳型看起來不好看 或者是想要拉長你的腿的比例的話 其實就是找這種比較短一點的 看起來就會整個變得很修長 對這個分享給大家 然後呢下一個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這一款 這個是Depal的T-Shirt 我跟你講Depal的T-Shirt做的非常的好看 你要單穿也可以 你想要外面的搭一件襯衫也OK 但是他旁邊的這個logo 就是非常的有質感 穿的時候我個人會推薦 就是配牛仔褲或配白褲 然後把它塞進去 看起來就會很有那種 你想要外面照一件這種 襯衫也OK 我自己是覺得他比較沒有適合我的身型啦 他屬於比較挺比較厚一點的襯衫 所以他如果要當外照的話 最好身型是不要太圓身 不然穿起來就會有點碰碰的感覺 可是呢他的整體的這個 顏色這種條紋的 我真的覺得超好看 如果要穿的話呢 就是個人建議紮進去 或者是搭一件背心 因為這兩件的磅束都偏厚 所以穿起來其實會有一點咕咕的感覺 大家有看到嗎 超可愛的 這種兩顆扣子 如果你想要把它往下折一折的話 怕它掉 你也是可以把它扣起來 它就會比較固定 這一件我自己個人 單穿的話 我很喜歡 再來呢是這個背心 老實說看起來非常的無聊對不對 但是他穿上去之後 很好看 非常的好搭配 你不管怎麼搭 他就是一件非常百搭的背心 而且因為他的條紋是屬於這種 比較密一點的 所以呢他整個人就比較不會像是在穿睡衣的感覺 我突然發現了這一點 所以他整個就很適合外出穿搭 他就是領子也寬 就是袖口也寬 所以建議裡面可能穿一件背心 才直撥起來非常的舒服 一定要買 再一個就是這一件 這個洋裝 欸老實說你不要看錯這個洋裝看起來很無聊 我跟你們講 他有修身效果 他的側面呢可以讓你整個人就是一樣是有腰線的 很特別的是他後面這邊呢他是用這種 拉扣設計 他的這個拉扣就是可以調整你的肩帶的長短 這個的話 你單穿也OK 但老實說因為今年非常的流行 就是裙子裡面還要在穿一件褲子 所以你裡頭在穿一件水藍色的牛仔褲 一級霸 超好看 真的 分享給大家 他也是一件穿起來很有質感的洋裝 這一次還有特別就是買了鞋子 然後我想韓國真的好流行這種很可愛的娃娃鞋 然後他顏色很多 其實也有黑色 可是因為黑色他沒貨了 所以我就拿了白色 他非常的軟 所以穿了就不會搖腳 然後再來是他很好搭 其實你裡頭就是 戴一件那種蕾絲的襪子 或者是那種薄襪 可能是白色或黑色都可以 這個真的非常的好搭 就是因為我朋友也有在代購 然後他們就是也是都在賣這種 欸這種真的賣很好欸 而且今年又很流行蝴蝶結 這個元素就會加速大家想要購買的欲望 非常的好看 大家去韓國 就算不是買這個牌子也可以 可是 他真的是一雙今年必備一定要買的單品 我真的買了超級多東西 這個是Marty Kim的包包 這也是我人生第一顆Marty Kim的包包 他們家包包其實沒有很貴 大概就是兩千多塊 快三千 其實這樣算便宜對不對 因為很多包包其實都四五千塊 我覺得兩三千算是很便宜 而且又是太顏喜歡的牌子 然後他前面就是一個這種金屬的logo 他的材質呢是這種防水的材質 所以其實整個看起來就是會有這種比較休閒 然後比較自由的感覺 不會讓你覺得太端莊 然後你可以手提也可以 你想要這樣子背 也不是問題 欸我如果有兩三千塊要讓我選品牌的話 老實說Marty Kim真的是我會推薦的前三名 因為他第一是他品牌 就是我覺得他夠帥 他裡面就是款式應有盡有 再來是 我跟你講他的型是真的很好看 第三是因為他現在在韓國真的超厚 這個牌子必須認識大家 接下來去韓國玩 全部給我買起來 我這次真的是買太多東西了 然後呢因為我 沒辦法 因為我就沒有收到金珍妮跟Gentle Monster的公關品 所以我就得自己買 但沒關係 我用行動證明我對金珍妮的愛 好不好 就是這個 欸但是這個 不好意思這一支是在馬來西亞買的 我分享在韓國買的好了 其實呢我在時候買的時候已經幾乎快沒貨了 你知道那個金屬的那個都沒貨 唯一有貨的呢就剩下 好像黑色跟咖啡色 大家看一下 這支很好看吧 而且我跟你講他可以兩代 第一代是這樣子 然後第二代是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 髮枯 好好看 我真的要瘋掉 你知道我真的是愛上戴墨鏡 我之前每次都很難忘記戴 但是我自從就是擁有了Gentle Monster 跟金珍妮的這一支之後 我可以講 我真的變超愛戴墨鏡的 因為我就覺得好好看喔 他整個可以就是修行你的臉型 讓你的臉型看起來就是變得更立體 然後臉會更小的感覺 然後呢這一支在韓國買的話 便宜台灣大概兩千多塊左右 我印象啦 然後還有腿水 他旁邊這個飾品也是超難買 這個先不講 這個是我在馬來西亞買到的最後一個 他們的水豚 不過先給大家看一下 他這水豚很可愛 其實他全部裡面我覺得最難買的飾品啊 其實是垂吊式的 垂吊式完全都沒有 僅存在門市上的 就是只有那個愛心 來放圖片給大家看 愛心那個 刺客愛心的這個 星星的 然後還有 蝴蝶結的 剩這三個而已 剩下的全部掃空 所以呢那時候我就買了蝴蝶結 但我蝴蝶結呢我買了 咖啡色 想不到吧 因為我就覺得咖啡色其實老實說 很像巧克力很可愛 所以我就買了他 我買了兩個 因為他一次就是可以裝兩邊嘛 所以我就想說 阿不然你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直接 一邊一個好了 第二個是這個 像這樣 星星的 這個也很可愛 而且呢你現在就是買他們的這個墨鏡呢 他的這個盒子 很可愛吧 這是小的 就是讓你裝他旁邊側面的那個 飾品的盒子是這個 粉紅色的耶 超Q的 而且他上面這邊寫 Gentle Monster Jenny 這個 這要留吧 墨鏡會隨附上這個 墨鏡盒給你 這墨鏡盒也超級可愛的啊 就是毛茸茸的 很Q耶 3C 這個呢也很新 這個是他們現在新會出的唇膏 我跟你講就是我現在嘴唇上面擦的這個顏色 這個呢擦了會有個涼涼的薄荷感 你就會覺得就是很涼很舒服 然後呢它是這種亮面 超好看對不對 真的嚇一跳耶 這顏色真的是非常的美 它有點粉帶橘 然後它很滋潤 對然後也很持久 分享給大家這一支可以買 然後再來分享另外一個好了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大缺貨 S4 這個牌子呢是Winter代言的 然後呢這個是他們家打亮 有三個顏色 我跟你們說 這個我跑了三四間 Olivia 才找到 它的打亮 非常的美 我跟你們說 很亮吧 超級亮 而且它的粉質非常的細緻 所以它整個上在這個鼻樑跟鼻頭的位置呢 讓你整個鼻子很挺 這個非常的不好買 然後如果你們要的話 來清潔圖 清潔圖 正面截圖 這個完全持久 我已經今天化妝一整天了 我現在的這個打亮呢 還沒有不見 還在 然後它顏色非常的細 總之這個可以買 因為它買的時候 它會隨附上一支他們的刷具 雖然呢 我覺得用手去塗會最好看 但是呢 它有刷具我覺得很不錯 非常的加分 就是這樣子直接一附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也想跟大家分享 是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大家應該很熟吧 它在台灣 我記得好像沒有貴 Joyce那時候跟我說 他每次要買都是只能夠 線上買而已 它是腮紅 我跟你們說 它是這樣子的腮紅 兩面的 中間有鏡子 你還可以照 完全霧面的 然後下面這個呢 是有亮亮的 亮粉的 我跟你講你就是把它塗在你的 兩頰周圍 我覺得它的顏色就是 非常的好看 有那種淡淡的 少女青春感 然後顏色非常的顯色 所以你也不用就是說什麼 擦很厚一層什麼之類的 就這邊 這個顏色 很好看 然後它也可以讓你當作是 眼影 然後你想要把它當作是 腮紅 就都可以 對 自己覺得非常的推薦 大家可以買 就是他們家的 產品其實都很好 他們家化妝品 真的不輸給其他現在大式的品牌 我覺得 這個牌子很值得入手 好 以上大概就是這樣子了啦 這是我這一次呢 就是在韓國大買特買的影片 分享給你們 希望你們會喜歡 然後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記得留言跟我分享 然後想要看我開箱什麼東西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喔 喜歡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訂閱 按讚 訂閱 按讚 讚 訂閱 按讚 按讚 感谢观看